大家好, 歡迎來到眾品味頻道 菜花是一種普通的蔬菜 今天我們要把普通的菜花炒出飯店的好味道 乾煸菜花 今天用的菜花有兩磅重 先把菜花切成小塊 或者掰成一朵朵小花 然後泡在水裡十分鐘左右 這樣會清洗的非常乾淨 把肥瘦相煎的肉切成薄片 把蔥切成蔥段 把薑切成片 蒜也切成片 把乾辣椒剪成小塊 家裡剛好有個新鮮的辣椒 切成小塊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不放 先把肉片餵一下 放一點蠔油 一點澱粉 一點胡椒 然後攪拌均勻 鍋裡放入少許油 我們來乾煸菜花 放小火 慢慢的翻炒 不要著急 菜花變暖了 裡面的水分炒出了很多 裡面的水分炒出了很多 菜花變暖了 鍋裡放些油 我們來煸炒肉片 放入肉片後 用中火慢慢煸炒 把肉炒透 炒熟 裡面的油進出來 炒香 肉炒熟了 炒出了香味 這個時候 放入一勺豆豉 乾辣椒 翻炒 接下來放入蔥 薑蒜 炒出香味 再把新鮮的辣椒放進 接著翻炒 翻炒一分鐘左右 放入煸好的菜花 繼續翻炒 根據個人的口味 放一些鹽 醬油 繼續翻炒 翻炒一兩分鐘就可以出鍋了 微辣焦香的乾邊菜花做好了 希望朋友們喜歡 謝謝收看 如果您喜歡請點贊 點擊屏幕右下方 訂閱我們的頻道